感染疫风暴扫进了校园 儿信中学今报有三名学生染疫 其中有一个人的家长 就是银河小吃店的顾客 依次爸爸传给儿子之后 再传给同校的两名同学 学校在今天下午 紧急召回了三千多名师生筛检 并且宣布停课十天 学生家长临时收到通知 全部都措手不及 来赶快上车快点来 假日午后学校门口人潮满满满 车证快要睡屑不通 警察警卫校长全出来指挥交通 顶着风雨 家长也得带孩子回学校筛检 就是因为基隆疫情大爆发 二姓中学也被卷进暴风圈 三名学生惊爆染疫 有点吓到 不知道学校会有感染 担心他也被感染会紧张 我们学校有人确定 突然有点急就有点紧张 惊恐但由全闲脸上 二姓中学27号下午紧急 召回国高中级就职员 超过三千名人员进行PCR 我们独家取得教室内部画面 学生在原班级等待 医护人员主班筛检 同学们一个个出来 走廊采样又够挫 因为报告出炉 若是阳性就回不了家 原来二姓中学的这名家长 是26号确诊的 银河小吃店顾客案 22690疑似传给儿子后 儿子又到学校 再传染给同班的男同学 以及搭乘相同交通车的女同学 二姓高中的学生 在3月25有到哥来KTV KTV租机埋下群聚 卫报单学校紧急停课到4月6号 就怕二姓风暴继续扩大 让基隆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朱定荣 余盛行 年幼城文艺众 黄远